新冠肺炎确诊者已康复且解除隔离 但是做PCR筛检仍呈现阳性 但CT值大于30的情况 让民众十分苦恼 台北市长柯文哲就发现 7月6号到8月2号总筛检了37602人 新案阳性数为43人 旧案阳性数为83人 依据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规定 发病隔离17天后 CT值大于30就可以不用太担心 因为我们有7家医院的这种筛检 那从7月6号到8月2号 我们做了37602个相当多 那有抓到43个阳性案例 但是还有更多是什么 83个叫做旧阳性 什么叫旧阳性 就是他以前不管他以前被感染过 可是他后来在鼻腔一直做PCR 清不掉 那事实上 按照目前我们中央疫情管制指挥中心的规定 这个发病以后如果隔离17天以后 特别是说我还有做过PCR是大于30 其实之后就不要再担心了 为什么 因为有些人感染过以后 他在鼻腔里面 那PCR一直做就是没有办法完全清零 没有办法完全清零 可是他只要CT值大于30 事实上我念过很多论文 有的写CT值28以上 甚至有的写CT值25以上就不会感染 我们事实上已经取一个比较安全的标准 我们的CT值要大于30 应该这样讲啦 隔离满17天 CT值大于30 后面就算在做 比方说CT值做在34 32这些 他应该是不会再感染人了 可是为什么现在会 我们这3万7千名的筛检里面 有83个是他以前感染过又跑回来做检查 因为他的鼻腔怎么做都是不会清掉 所以他自己就很焦虑 每个礼拜他来做 所以我们那个健保卡一插下去 问他说你不是已经做过4次了 就是这些人 但是 所以这个地方特别呼吁 如果你以前是确诊 然后康复了 特别是你最后一次做的CT值也大于30 其实不用再做了 因为有时候拖很久 他就是不会清零 科文者请确诊者康复后不需担心焦虑 即使PCR筛检仍然呈现阳性 基本上不会再传染他人 也请周围同事们不用怕 要把康复个案视为健康民众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